這個程序是怎麼樣 好好期喔 程序喔 對啊 帶來玩玩 要報資料給我 就是他的姓名 年齡 身高 體重 他的學歷 他的工作 主要這樣 兄弟姐妹幾個 家庭情況 我就跟他記起來了 現在有來就傳到來 你以前的 以前小婆 小婆 對 都在這 甘味的 對 這麼多分喔 這麼多分 很多 我照片 我上面還有幾個分 照片 照片 我照片照片 好 好 可以 當然 現在有了社群網路通訊軟體 胡太太幫忙配對的工作 似乎就更方便了 會很在意外表 會不會 會是從 要怎麼開始 譬如說你現在 有一個 帶出來鄉親 要帶來鄉親 咖啡廳 如果對方都有興趣 他們就去交往了 就不干你的事了 暫時不干你的事 到成功才會來告訴我 其實你的工作是 正說開一個門而已 對 你們兩個去認識 調到你們兩個自己去發揮 你有稍微算過你 這麼多年來成功多少配對嗎 大概 一百多隊超過 有超過上百隊了 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印象深刻 應該也不只要多 有 台南是我做的 有很多 看一次就OK 看一次就OK 很多對方 我一次就成功了 真的嗎 所以不只是台南 還是主要是台南 台南 對 我的興趣 最大興趣 就是做美人 我看人家有成功結婚 我就很高興了 阿朗是說他會 他會幫他幫他幫忙 謝謝 謝謝 現在的美人越來越難做 以前 男女比較不會那麼多 現在比較多 現在女生會賺錢 賺錢 為了想要出賺錢 比較不想要結婚 男生都想要結婚 要成家 有沒有 條件也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 比較奇怪 你都 比如說像我這個樣子 你這個樣子很柔柔 我都沒有柔柔 我的意思是說 比較不 比如說 比較搞怪 還是造型比較奇特 胡太太總把自己打扮的體面漂亮 她說這是一種必要的禮貌 人家也才會尊重你的專業 如果下次我再來拜訪胡太太 我可能會問她 要不要試著跟上台灣立法 給予同志婚姻平權的腳步 想像一下 如果胡太太成為亞洲第一位 撮合同志婚姻的美人婆 超酷的吧